传说亿万年前 一条长河途经贵州省 由地下静止穿过 后来地表塌陷 长河得以显现 黄果树腹部也由此而生 我叫唐红敏 我在贵州黄果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现在已经有十年的功龄了 我姓杨 叫杨平 今年46岁 我负责景区的清洁工作 我叫吴倩 今年29岁 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曾经是一名导游 黄果树大部部的导游 现在带着小宝宝 所以不能出去工作了 等宝宝长大以后 还是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 我们这里有美丽的黄果树瀑布 美丽的大自然 还有这么好的空气 除了工作以外 周末的时间也会带上家人朋友孩子来瀑布走一趟 小学课本上我们就学过黄果树瀑布 从小在心里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就说我们以后一定会到黄果树瀑布去看一看 我们美丽的中国第一大瀑布 在黄果树瀑布呢 它也是我们贵州的一个旅游龙头 所以呢 大家都会慕名而来 感受我们省委的黄果树瀑布 我们这个干我们这一行工作嘛 反正有些人呢 觉得我们这个工作很低级 有点瞧不起 但我认为我自己 瞧不起我自己用自己的劳动 来挣起这一份工作 也就是这样 管它谁瞧不起瞧不起 只要我自己瞧不起自己就行了 我是住在中国的东西 第一个不移民主保护村 华时哨 我们只想住在这个村庄 我们不想搬天 因为搬出去的话呢 第一是我们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只想住在这里 住在这个地方 就算条件再怎么不好 再怎么穷 我们都心甘情愿地住在这里 如果搬走之后呢 我们这个不移文化 有可能就会失传了 就搬到其他地方去的话 应该就没有这些民主表演 我们下期再见 我叫王梅 今年快八十了 我从海南来的 我叫王子元 我十岁了 我在安徽淮北 看到这个水流 让我想起了 昨天晚上我小孩 这样控制了 我记得我在12岁 12岁的那一年 才这么高一点 就到这个瀑布底下 在下面这里来 也就是那个地方吧 那时候的水没这么大 还在那里面捞鱼 跟几个小朋友 还是玩挺开心的 如果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最想一个人跑跑呀跳跳呀 如果黄果树大瀑布 可以过河可以游泳的话呢 我就想穿着草鞋 然后就是走以前 自己走过的地方 回忆起小时候 最开心的童年 黄果树瀑布的行程 它是必然的 因为这个地壳 它是在不断地运动 所以地球上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奇观 肯定是天然形成的嘛 大自然的恢复神采嘛 这个黄果树大瀑布 在我们这边的话 应该是一种巧合 所以说 为什么其他地方 都没有形成在那边 而偏偏是在我们这个 华石上附近呢 这应该就是一种缘分 水是带来财富的 这就是古语嘛 我不是有这么一句 有什么山 什么水为台嘛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 那句话怎么讲了 水在我们文化中 是生命之也 我看到这个瀑布 我发现心情 特别愉悦 特别开心 我觉得这个水老这样子流 流下去以后很浪费 所以我感觉到很是 舍不得让它流走 我觉得应该是女性的吧 女性的她 就是这个无缘 我感觉到这边 然后我们就不知 我们先做一些 其他这边 就能够 ата 我们完全是 最大的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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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